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傍晚如约而至 这里是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 我是孙璞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突然被问起 16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问题来的有些突然 以至于我一时也很难想起来 在16岁的那一年 究竟有过什么特别的事 不过呢 要说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人公 欧阳娜娜 相信她的16岁一定会让她终生难忘 因为就在这一年 她第一次以女主角的身份 出演了电视剧 也第一次遭遇到了网友的群体质疑 当鲜花与口水一起扑面而来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小姑娘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接下来我们来对话 欧阳娜娜 6月21号重庆 天气晴转多云 刚刚年满16岁的欧阳娜娜 正在为自己最近七天里的 第五场大提琴巡回演奏会 做着最后的准备 其实今年也是巡回最多场的一年 今年有九场对吧 然后以往可能都是台北 然后台中高雄 然后北京上海就几个重点地方 但今年就是还是希望说 可以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跟那个地方当地的粉丝有一些互动 其实我很开心来到重庆 因为我妈的老家是重庆 对 所以就非常开心 演奏会当晚能够容得下近千人的重庆大剧院里 座无虚席 对于一场以古典音乐为主的演奏会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样的成绩 除了欧阳娜娜 少年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之外 或许很大程度上 还要归功于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 《是!上先生》 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电视剧《是!上先生》讲述的是 天真乐观的职场新人陆小魁 与风尚集团继承人尚博然 一同进入时尚杂志社 两人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同事兼室友 相互较量又逐渐彼此产生好感 最终一起完成蜕变 收获爱情的故事 一起迎接明天的阳光和雨幕 一起面对风雪 一起着照天亮 这是欧阳娜娜第一次出演电视剧 也是她第一次挑起女一号的重任 当许多同龄的孩子 还在对着电视剧吃冰淇淋的时候 这个16岁的小姑娘 已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很紧张嘛 第一次 就是等于说第一次要 就是担任一个连续剧的一个 就是女主角的时候 你会其实感受到很多压力 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有点点就是意料之中 是说可能大家会接受不了陆小葵这个角色 但是没有想到来就是来得这么猛烈 就是没有想到是哇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想到 那我觉得还是对于就是对我造成了一个生活上不太一样的影响 电视剧播出以后欧阳娜娜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但和掌声一起到来的是围绕她的演技迅速演化的热议 有人说她年纪轻轻就出演职场剧不合时宜 也有人说她演技浮夸台词矫情 尤其是剧中的一些心灵鸡汤式的桥段 更是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人吹倒了可以站起来 相机换了可以重新修的呀 蜡烛会熄灭 但是心中的理想不会 像美丽种子一样都能长出参天大树 你说呢是不是 上海电影节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小龙虾我坐在包厢里面 结果我要出去就是拿一个纸巾这样 然后那个员工就很很热情的 就是我你不要出去 你出去的话被大家认出来 我说你知道我 他说对你是怒小葵吗 我就说对对对 然后其实有点开心 但又有点小小的那个小小尴尬 因为我以为他可能会鼓励我之的 但他也没说 然后我就很认真地问他 那你觉得白痴吗 他也很认真地看着我 他就 他就 他一直说说我白痴的意思 其实剧中的这些引起广泛讨论的心灵鸡汤桥段 全都来自于导演郭敬鸣的主动 觉得他里面有一种很怪的调调 像他的女主角很多人在吐槽 哇好傻 也能很像一个智障 所以其实在电视里面 我们设定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一个性格 一个树不如小葵 就是天天恨不得给每个人送心灵鸡汤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女生 每天对自己说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这样一个女生 那另一个就是尚博然 那个陈水中演的这样一个非常负能量 满嘴毒舌 然后一切很 对 反鸡汤的一个负能量的一个存在 那这两种人格 其实碰撞之后 他就会有非常好笑的火花 就是两个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他们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实中 像这样的男生也没有 就是世界观像这样极端的 两个极端的人碰在一块 最后揉在一起变成一个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欧阳娜娜在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 对于这些经过极端化处理的高浓度心灵鸡汤 其实也一度有些犹豫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拉窗帘说一大段词的有一场 就大概说什么阳光明媚的一天 就之类这样子的 然后我怎么念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很不顺 我就说我讲得很尴尬 其实对自己说加油 你肯定是对心理 就自己对心理说 就是明天要演出了加油 一定要努力 就是顶多这样 你不可能自己对谁加油 就是我当场会觉得 就是我当下觉得说 太尴尬了 我们的心神 就像种植在身体的一个幼苗 如果没有阳光 幼苗就无法长大 这样好多了吧 我拍的过程中很想打他 我说娜娜 你真的是把这个智商为零 演得真的淋漓尽致 对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不会觉得就是怎么样 我就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我真的会打死他 当然有时候演完戏 真的就是 我就问小四导演说 导演会不会想要杀陆小葵 其实就是因为陆小葵有时候就是 他就会把所有性的想法都直接讲出来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子的 所以有时候 一开始会觉得陆小葵这么烦人 就是讲这么多话 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陆小葵 也是有他可爱的地方 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就像之前很多老艺术家 在出演大反派的时候 会让现场观众群情激愤一样 欧阳娜娜对鸡汤小公主陆小葵 极端化的演绎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 观众也渐渐发现 那个热衷于整天碎碎念的陆小葵 其实也有他可爱的一面 虽然总是错误百出 但他单纯 善良 乐观 勇敢 对一切事物都充满热情 简直就像是许多人记忆中的 那个青春阳光的林家小妹妹 我们三个在盯着你看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正能量担当 对陆小葵来说 一切都理所当然 他觉得因为他的出发心都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也会接受的 他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坏人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美好单纯 但当他遇到一些在职场上 工作上的问题和挫折 甚至是爱情生活上的问题 他这个正能量少女 他要怎么去解决 怎么去帮助自己走出这个困难 其实我觉得讲的也是一个 陆小葵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正如剧中的陆小葵 也会遇到事业和爱情上的挫折 对于现实世界里的欧阳娜娜来说 现在所遭遇的观众 关于她演技问题的讨论 或许同样算得上是一次 不大不小的考验 面对着聚光灯下扑面而来的这些声音 这个是肉碎的小姑娘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个坏事吧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必经的路程吧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演员都一定会经历过这种阶段 我觉得也不是说 每一个演员都是演第一部连续剧 或是第一个作品他就是非常好的 就是可以诠释得了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我也是要一步一步去努力 然后更多的作品之后累积经验这样子 不公平我反而倒觉得不会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挺现实的吧 就是你决定要走这条路 你决定要演戏 你决定要当一个公众人物 你就是要承受这些事情 我觉得说我比较 我会用一个很正的心态去检讨 或是去参考你说的话 就我觉得这些是对的 因为我演这些偶像剧连续剧 就是要给观众看 那观众如果有任何的觉得不妥 或是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就是我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嘛 6岁开始学习大提琴 11岁赢得台湾地区大提琴比赛第一名 13岁考取美国著名的科蒂斯音乐学院 成为青年钢琴家朗朗的校友 出生在台北的欧阳娜娜原本走的是一条古典音乐家的路线 直到2014年的一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才让她误打误撞地创建了演员这个行的 12岁的时候拍了《北爱》 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巧合 然后发现可能我觉得我是一个喜欢群体生活的人 一样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每天剧组 每天见面每天见面 然后你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 进入到刘欣扬的世界 就是我觉得演员会 演员可以在一生中进入到很多不同人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拍了《北爱》开始 就觉得好像也会蛮有兴趣当演员的 如今为了能够兼顾演戏和练琴 欧阳娜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和时间赛跑 当别人在放假的时候她在演戏 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她在练琴 即便片场演戏再辛苦 也要让自己保持每年至少出一张大提琴专辑 套永和他同龄的TF Boy 曾经在歌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 要用别人玩的时间来做自己的梦 其实是选择了一个更艰难的一条路 你被大家质疑或是被大家批评 当然会难过 但难过归难过 就是走下去归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这些人说了批评你的话 而你去不演戏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们批评你了 你会有更有动力继续下去努力 就像每个职场新人都要学习 摸着石头过河一样 刚刚入行还只会靠天分来演戏的欧阳娜娜 也难免会遇到些磕磕绊绊 她现在所遭遇到的批评 其实都是在提醒她 未来朝哪个方向去加以改进 这一点曾经遭遇过更加激烈质疑的袁珊珊 想必一定会深有体会 从当年被网络暴力围攻的新人演员 到如今马甲线健身达人 袁珊珊是如何在质疑声中 一步一步倘过泥沼 重获新生的呢 接下来我们来对话袁珊珊 在过几天由袁珊珊和朴灿烈等人主演的电影 所以和黑粉结婚了就要上映了 在电影中袁珊珊饰演了一名娱乐记者 因为偷拍大明星而失去工作 进而与大明星结怨并成为黑粉 此后又因为种种机缘巧合 最终和对方画干戈为玉国 成为一对恋人 作为全中国遭受网络暴力最多的女演员之一 出演一名专门攻击明星的黑粉 袁珊珊的这个决定 仿佛带着几分自嘲 却让人看到她的倔强和勇气 就是一个被黑的最多的人 自己去演了一个黑粉 这本身就是挺奇妙的一个事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那天还跟别人开玩笑 你看我之前演了好几次女明星 然后这一次又在演黑粉 总是逃离不开娱乐圈 而且每次演的这些角色 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所以而且都把我这些经历 全部都用到戏里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 老天的安排还挺逗的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谁 一年365天 天天被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吗 举手的这个人 一年365天 每一天都在网上被数以万计的陌生人谩骂 这就是袁珊珊三年前所面对的困境 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 每一次网络暴力发生的具体原因 在袁珊珊这儿 要是硬说有什么原因的话 或许只能归结为 这个小姑娘看起来实在太过平凡 又偏偏太过幸运 1987年 袁珊珊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军人家庭 18岁的时候 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 成为了杨幂的同班同学 不过和入学时 就已经出演了神雕侠侣里的 郭湘一绝的杨幂相比 那时候的袁珊珊 就像一个不折不扣的灰姑娘 大得烈烈 傻乎乎 然后她是那种 就是说 不是说在班里面 不是说特别拔尖的那种 什么学霸什么 她绝对不是 她呢 她跟杨幂可能不太像 杨幂那是比较有的时候 那是比较 有点小个性 有点小脾气 但珊珊是那种 就是说我们老觉得 她是那种 骂她几句 她也在那傻笑 说她几句 她也在那傻笑 觉得好玩 好玩 上学的时候 可能玩心比较重 那个时候玩得开心吗 开心 可是那个时候 会被老师骂吗 就像你在一年级里面 经常 对吧 很凶的样子 不会 老师不会那样对你 因为老师根本 关注不到我 为什么 一个班里学生并不多 对 所以我一定是 躲在角落的那一个 老师根本点评不到你 好运气在2010年 意外奖一 这一年 袁珊珊去同班同学 杨幂所在的剧组 《宫探班》 意外地受到了 编剧余正的赏识 并且在剧中 客串了一个小宫女 青春 准备好了 到你了 紧接着第二年 杨幂因为荡气原因 缺席了《宫》的第二部续集 在第一部里 台词都没有几句的 袁珊珊 意外地被选中 担任女一号 从人群里 直接站到了台前 来 不用你们找她呀 陶 我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演好她 在家里 压力非常大 我记得我拍完《公二》的时候 应该算是逃离那个剧组 我觉得我拍《公二》的两个月 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 无限的压力 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每一天天亮了 都不想去上戏的那种感情 根本不想出风 就觉得到了现场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那个时候会觉得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压力到了 我已经不太会和别人交流了 这个压力哪来的呢 现场的工作人员什么的 会给你这样的压力吗 或者会爱导演骂吗 会爱导演骂 对 有时候导演会告诉你 你哪里哪里演的不好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是那些网友已经在关注到你 然后已经在给你否定 然后自己可能肚子里也没有太多的祸 就真的是越来越不自信 然后很大的压力 可能就是压力到了 当时手放哪都不知道的这种感觉吧 你笑什么 朱玉在前 在一部成功的作品背后 接眼续集 原本就是一件很容易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随着电视剧公所珠连的热播 从天而降的聚光灯下 袁珊珊也迎来了 对自己从履历到演技的全方位质疑 最开始刚刚出道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莫名其妙的 有人跑到自己的微博上 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 谩骂侮辱自己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有点不知所措吧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个样子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会把我的未来想得很美好 或者把社会各个方面想得很美好 然后可能也是第一次遭受原来有人会这样骂我 从来没有过的 从2011年的公所珠连开始算起 两年的时间里 袁珊珊先后主演了《爱在春天》 《心笑江湖》等多部电视剧 几乎全部都是女一号 与此同时 每一部新戏上映 都会有一大批人在互联网上 对她进行抹黑和质疑 最难过的时候 袁珊珊只能放下所有工作 返回襄阳老家 把自己繁琐在房间里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在成长中有一段路 需要自己一个人走过去 即使是身边的朋友 父母 长辈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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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他们的这些话仅存在对你的安慰里 可能只是听一听 就其实你让我现在来说 我已经记不清了 因为这些话根本进不到我的心里 对 因为这段时间一定是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去度过的 塞翁失马 烟之祸福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有的时候会把人砸得晕头转向 而兜头而来的一盆冷水 有的时候却反而会让人更加清醒 正是在纷纷扬扬的舆论当中 回老家避风头的这段日子 袁珊珊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正所谓事出有因 在老家独处的这段日子 袁珊珊终于想明白了 许多网友之所以对她进行质疑 根本原因其实还在于她自己 从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表演的小陈姑娘 到电影学院里混日子的女大学生 从片场里的小配角到女一号 出道前几年的袁珊珊 最常依赖的往往都是运气 而最缺少的就是努力 所以我到现在我都特别感谢 我的那一段经历吧 就是被黑的那段经历 真的就是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上学的时候就是特别贪玩 然后特别的不上镜 经历了这个被黑的这个过程之后 我觉得我成熟了 我觉得我突然觉得我需要 我需要去进步 我需要去完善自己 我需要去努力 就是看到自己很多身上的不足吧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一段经历 或者说是黑粉 有时候我会觉得它们像一面镜子 突然间照到我 让我知道原来我是那么的不好 从老家再次回归片场后 袁珊珊决心给自己做些减法 包括那部后来让陈妍希 遭遇了不少质疑的心神雕侠侣 最初的小龙女一角 安排的正是袁珊珊 只不过被她拒绝了 会有一些压力吧 就会压力很大 我不想重蹈覆辙 再去经受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是那种 存在在小说中的那种美女 很仙气的那种 但是实际上我性格不是那样的 应该算是比较像黑粉这种女吊丝吧 你知道我们这个戏叫什么吗 穿越局 后宫特种兵之 宫宫你不懂爱 量力而行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袁珊珊明白 作为演员最重要的还是出作 2015年夏天 在新人导演大鹏拍摄的电影《煎饼侠》里 袁珊珊饰演了一个对表演充满热情 却演技浮复的烂演员杜潇潇 半真半假的对自己的演技进行了调侃 小丫头 今天的保护费该交了啊 流氓哥哥 我没有钱 要不然你拿几个剑兵走吧 我求你了 放过我吧 在这场堪称表演学 常见错误大百科全书的戏份里 袁珊珊把此前所有观众 对他演技方面的批评 全部进行放大 然后一股脑的 植入到了烂演员杜潇潇的 拙劣演技里 当电影院里的观众 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 心里也渐渐放下了 对袁珊珊的敌意 最终这部电影拿下了 超过十亿的票房 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虽然说这是戏啊 但是真的有一种 就是戏跟生活的经历 有一点交错 有一点分不清的时候 大鹏真指着你说 你就是个烂演员的时候 你会不舒服吗 我觉得煎饼侠确实 他有很多真实的东西是在的 也有人真的是 就是骂我是烂演员 那么当那场戏拍摄的时候 虽然我们演的都很激情 很投入 但其实每一个人心里 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酸楚吧 都会有一点点不开心 但是仅存于那场戏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吧 因为我也说过 我不是那种 像那种天生会演戏的演员 但是我也相信 有一部分 或者说大部分演员 都是在磨练中成长的 我觉得我是属于这种 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进步 和演技一起进步的 还有袁珊珊的心态 面对网络暴力 她在微博上发起了一项 爱的妈妈活动 每收集一条 在自己该条微博下的留言 就向儿童福利组织捐献五毛钱 最后筹到了13万多条留言 她也以个人名义 捐献了五万多块钱 这笔钱为四个天生畸形的孩子 做了手术 原本恼人的网络暴力 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被转化成了 从事公益事业的动力 其实就是希望给自己和 支柱的那个孩子 有一个 都一起有一个站起来的机会吧 电话往往就在 日复一日的前一幕话中发生 2015年4月20号 袁珊珊在微博上 随手公布了几张自己的健身自拍照 没想到 因为照片中的马甲线 迅速引发了网友高达7万次的转发 和29万次的点赞 以前是那种 能坐着站着的那种人 就是一个要静态修养的人 但后来现在慢慢地觉得 健身啊流汗啊 对我来说 让我觉得很轻松吧 甚至于有时候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几天没有练 我就觉得身上很难受 他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新的机会吗 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动作片导演找到你啊 有 真的有 真的有 他们会觉得我很喜欢运动 然后呢就会有一些 比如说打的呀 那些会找到我 让网友集体点赞的恐怕不仅是袁珊珊的身材 更是这种变化背后那健康自律的生活态度 如今摆脱网络暴力的困扰 放下心里包袱的袁珊珊已经重新出发 他明白 未来的道路不再有什么贵人相助 也没有什么天降下品 他只能靠自己 时刻的提醒自己吧 提醒自己你要变得更好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句话 我还跟别人在分享 就是说 现在的社会 因为真的是节奏特别的快 如果说你想 还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那你就要付出比现在十倍的努力 如果说你想更进步 超越现在的你 你真的是要付出 乘予一百的努力 作为亲人和朋友 我们总会祝福自己所爱的人 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 人生不如意往往十之八九 每个人都会遭遇逆境批评质疑 他们就像是一层层的关卡 让我们修结彷徨 同时也锤炼着我们的品格和能力 就像电视剧里的挫折 会让陆小葵成长那样 现实生活中的批评 也会像镜子一样 让袁珊珊看清了自身的孤独 面对质疑 或许我们需要的 正是鼓起勇气 无畏前进 才能收获一个更加完美的自己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明晚六点 我们不见不散